有趣情关系 就是表里不一的一个说法 就是我一个很自卑的地方 哪里 就是我的耳朵 啊 多可爱啊 显脸小 我每次跟你们对话的时候 不管跟谁 我很敏感一个点就是 如果我们眼神有瞄到你的耳朵 你就会注意到 对 或者拍戏的时候 有时候我跟女主说 真的很大对不对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大耳朵粗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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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会心啊 对 我从小就活在这种阴影下长大 然后我就很需要一个 安慰 只有找妈妈 找妈妈 韩哥 你当我妈好吧 韩哥 谁都敢 你妈妈如果长成我这个样 真有毛病我跟你说 儿子 你的耳朵一点都不大 真的 妈妈就是这样说 孩子不要自卑 只要你是妈妈亲生的 你就是最棒的 然后我就 这是鼓励式的教育 很好 我又很有信心去学校上课了 某次运动会要赛跑 一二三 走 好 好 然后我就觉得我这阻力很大 你知道吗 招风儿 永远跑不赢同学 妈 他们都说 我跑不快 我好难过 我是因为我耳朵很大 很丑吗 孩子不要害怕 耳朵大不要怕 吃点穿信念就好了 那是盖的吗 然后妈妈鼓励式的教育又发挥了作用 我就这样子就长到了 感觉这个故事没有意义 快要有意义了 快有意义了 来来来 我出了人生的道理 哈哈 有一次呢 妈妈那天在看我的戏 然后她看戏就很爱开那个弹幕 弹幕是什么你知道 就是她全是大耳朵吐吐吐吐吐 妈妈看的心里很难过 妈妈哭了 啊 哇 妈妈哭得好阳光 有眼泪吗 哭的 妈你怎么了 我在捋胡子 哈哈哈哈 然后我妈终于说出了她多年的真心话 孩子 她说 你不是我亲生的 哈哈哈哈 妈妈就说一个真心话了 你现在 你现在 会比较不红 一定是因为你的耳朵 影响了你的演艺生涯 她有这个说法 她说走我们去整容 蛤 真的假的 可是我觉得 我如果去改变了这个妈妈生给我的 天生的耳朵 我觉得我对不起她 有没有觉得就是有时候 父母说的话 可能表面是这个意思 但她的心里不是那么小的 讲完了 没意义 谢谢 她每次的收尾真的好烂 真的会要点答 朗朗哥 朗朗哥这个故事怎么样 朗朗哥刚刚站的鼻体线都坐下休息了 对 不要朗朗哥 相信我 我熬犬有点危险 我这边有点疼 是不是 舒服吧 朗朗哥很知道灰色 手势买了保险的 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保持你的这个耳朵 真的是真的很可爱的 可爱的 可爱的 我妈呢更夸张 她想要的是爱情 哦对 早年间我主持了一档相亲节目 结果相亲节目主持人自己的妈妈跑到别的机构去相亲 一个相亲机构 她说你妈妈是我们的白牡丹会员 顶级会员 对她说因为你妈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你妈要别对方是华侨 藏偶 无子女 不抽烟 不喝酒 有车有房 最好是个画家 难度太大 所以我又说我头都在痛 我说妈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你自己看看你那些刁针的条件啊 人家这么好的条件凭什么不找年轻的要找你 我妈说 再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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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妈妈不是真的想相亲 妈妈是觉得你在深圳这样的城市打拼 每天看你早出晚归的 又挣不了几个钱 在这样的城市你要多久才能买上房子啊 妈妈去跟其他人的钱就好了 对对对对 就这个逻辑 她妈妈真实的是爱我爸爸的 对 因为她有一次是把我爸介绍给她妈 你妈没意见吗 就我爸我妈已经分手了 然后我妈一看到爸爸的照片心动到不行 但是你想没想过 这些都是我的 方嘉义人分你的 方嘉义 刘薇辛辛苦苦的一辈子 最后全是方嘉义的 刘薇你这么多通告都是为她做的 你的位置肯定也是我的 然后我支持你把她带走 好的没问题 休想拿走我的财产 最后全给她了 厉害厉害 薇薇你是一个很孝顺 妈妈的小孩对不对 对我是出了名的孝顺 因为我妈是那种晒儿狂魔 我小的时候也不赚什么钱 但是我妈但凡自己买一样东西跟别人都说 我儿子买的 我儿买的 我妈比如买个丝巾 人家一问 妈真好看了 我妈说 我儿子买的 我妈买个鞋 我儿子买的 后来我就觉得我知道我妈需求是什么了 后来我就赚钱了 都是方嘉义的 就是开始赚钱了 开始帮方嘉义赚钱了 我就觉得一定得满足我妈这种虚荣心 我赚了第一笔钱 我就给我妈买了一个奢侈品包 然后我妈背上去真的是非常有气质 我妈也很开心 后来我离开了安山之后 又回到家 我发现我妈的衣柜里多了十个包 妈妈怎么了 我说妈妈 怎么会有人的家产落到我家里 怎么就是太多的那种奢侈品包 Prada 什么Louis Vuitton Gucci 后来我妈拿过来一个包跟我说 儿子 看得出是假的不 假的 后来我才知道 我妈把我给她的真包卖了 换来的钱买了十个假包 太聪明了 我儿子买的 然后人家说一说 刘薇给他妈都买假包 然后你妈去参加姐妹们聚会的时候 假的 假的 你这个Prada怎么是Panda 我爸爸也是 就是我平时给他买什么大牌 他都说不要 对 然后他自己回来的时候 有一天穿着这种Cucci 这种大牌回来 我说爸你买这么好的衣服 他说好看吗 好看吗 你看300 拉那些卡子都拉不下来 你怎么办 他们就喜欢这样 有一天晚上我要去吃夜宵 那我就想 哎呦 我好久没带我爸爸去吃夜宵了 我说我要不就敲他一下门 差不多晚上12点 他棉帽上棉帽裤躺的鼻挺 我说爸爸 去吃羊肉串 他说好的 门一关以后我在门口等他吗 换一套衣服一定要 把那个哭泣啊什么穿的 自己特别鼻挺 他穿的很讲究 出去是一个夜宵而已 爸爸也给你做了一个同样的发型 对不对 那东西 他是正常的 我平时也不是这样的好吗 你知道啊 那个羊肉串摊离我家 就三条马路 走过去三条马路 你可以 你实在觉得累 你骑辆车了不起了 他非要开车去 对对对是这样 他要有仪式感 他非开开开开开过去 开到那边还不能停车 还要找停车位 他停的地方 要走到那个摊子 还要四条马路 对啊 就是莫名其妙 很有仪式感 我说爸爸你去买羊肉串吧 我在那边等 等了好久 我说爸爸在哪里啊 我远远往去以后 他就站在别人烤 盯着他烤 我说爸 这里不是海鲜市场 不是你买一条鲫鱼 他会把你变小一点 不是那种给你换一条鱼 羊肉串没得换呢 他说你不懂 你不懂 万一他烤得很焦 致癌 都已经吃烤肉了 不要讲究这些了 我坐在旁边等 等他好久 你知道他最后一个绝杀是什么 你知道吗 帮忙烤 串进去口袋里 我说爸你这是要干什么 他这个盘子是脏的 我们要垫一个塑料袋放在上面 好好好 我爸爸在这方面很洁癖很洁癖 就是你跟他出去吃个路边菜 你就觉得 然后吃完以后 他一人他就走了 我说爸 车在那个方向 我吃了太多我走回去 要了要了就是这样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 还要开车回去 他完全不能接受路边菜文化 他的这种神操作就 家长的思维方式 对 我爸爸呢 他是